这点快报,准时为您带来最新资讯 泰国曼谷市政府与三潘塔望线20号宣布 将于9月30号至10月9号的10天时间里 隆重举行一年一度的唐人街九皇盛会 今年盛会会为庆祝太皇陛下普密鹏登基70周年 还会从中国供请12尊神明雕像供在唐人街 供中国游客参拜,以祈求吉祥平安诸实顺利 九皇斋节已成为全泰国华人的重大节日 每年在农历9月1号在许多地方隆重举行 曼谷唐人街是泰国首都隆重举行九皇盛会的象征 每年大量民众和游客造访至此 三潘塔望区文化事务委员会主席巴时说 每年的九皇斋节各个区的文化事务委员会等相关部门 都会组织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 巴时还说每年的唐人街九皇斋节盛会 都会超过有12万斋民以及游客参与 创收约3000万泰铢 预计今年的人数会有所增加 据悉今年第一次迎请供奉来自中国的九皇大帝王牧娘娘 南城北斗太上老君等12尊檀香木雕刻的佛像 活动首日在赤刺慈祭寺庙内给神明雕像进行开天眼仪式 之后将抬着神明游行前往重圣牌楼 10月1号当天除了开幕仪式以外 还可以免费品尝素食 文化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将现场炒制超大份素食面条 可供1770名摘民以及游客享用 之后还会有九皇大帝起伏仪式 五龙五师表演 以及约100家各种美味素食摊位烹制美食 希望游客积极参与 东盟卫视MGTV记者李莉莉泰国曼谷报道 最后还会判讨论